剛才講的都是一些理財的觀念 幫你做一些扭轉 做一些更新 更新 但是現在我們要教你一個 更務實的方法 好簡單 用信封就可以幫大家理財 來 我現在把這個信封 交給我們的專家燕麗 請你教我們 怎麼樣用信封把錢管得好好好 其實這個信封理財法 簡單來說就是編預算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像 Terry 不好意思 又是你 白先生 你要當我甘地了 譬如說Terry一個月的收入 舉例5萬塊 他拿到錢之後 他就不能先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亂花錢 他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編預算 所謂的編預算就是 你拿到5萬塊之後 你就要去想說 我可能這個信封是放所謂的 比如說像是孝親費 你要編多少我不知道 也許是3千好了 3千好 然後這個信封可能是 交女朋友 娛樂支出 娛樂支出 對 也編個3千塊好了 好 其他的一個相關的 比如說再一個信封 可能就是生活的周轉金 我特別強調 你一定要有生活周轉金的概念 就是那種緊急背武器 對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信封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的狀況不一樣 其實我們大概在兩三年前 曾經專訪過一對夫妻好妙 他們住高雄 那一對夫妻收入 太太沒有上班 先生一個月收入5萬塊 可是他們不但買車 有車子 有房子 而且四個小孩好會生貢獻報效國家 四個小孩 通通都可以去上才一班 學小提琴 學鋼琴 他們收入不算多 這樣怎麼做到的 就是運用信封理財法 當他發現說 其中一個信封是火食費 當他發現說 奇怪 明明我這個月的火食費 是編列5千塊 可是我第一個禮拜 我可能他就花了2千多塊的時候 就要趕快踩煞車 他剩下的三個禮拜 就要稍微縮一結實一點 所以這就是信封理財法的一個概念 所以兩位聽懂了 我現在也把信封發給你們兩個 實際要寫一下嗎 我們實際就來寫 你們自己來學會怎麼樣編列預算 好 等到寫好了以後 我們再請我們的專家 來幫你們做體質的分析跟檢驗 好 在他們正在寫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請素蘭姐來給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你要善用你自己每一分錢 不要管他是大錢或者是小錢 1千塊藍色的鈔票 跟50塊錢的COCO 效能其實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一種特殊的銅板儲蓄法 應該說就是有一次我朋友跟我講說 他說他中樂透 然後我說中樂透中多少 他說中了5 6萬 然後我說那是怎麼來的 他就跟我說其實他就是每天回家 他都會把 因為我每天出門大鈔 花完會剩下50塊 他50塊他從來不花 他就把50塊存進去他的存錢筒裡面 結果有一天 他們那個銀行的行員跟他說 我最近業績不好 你過來跟我捧個場吧 他想說好吧 我就捧了那個豬公 然後去給他做業績 結果打開來看 5萬8 將近快6萬塊 所以就真的50塊 隨便丟你就覺得 沒有放在眼裡 隨便丟 竟然5 6萬 他就買了30分鑽戒犒自己 他就說他中樂透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他跟我講完之後 後來我就也是自己每天回家 我都把那50塊錢同辦 就劈價裡打開有一些銅板 50塊的銅板 我從來不花 對 從來不花 然後一放 大概我上一次去存日存的 快8萬 我這麼大的一個存錢筒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銅板的威力 它累積起來也是非常的厲害 也是鑽石 好 兩位寫好了嗎 好 我看Terry的動作是比較快一點 我把它編列四個而已 對 第一個就是基本開銷 基本開銷就是我有房租 然後水電 然後貸款是目前有車貸 對 然後房租還有車位的租 然後保險有兩個 一個是儲蓄銜 一個是醫療銜 然後還有我的手機的開銷 你把它編在這裡 對 就是我的基本開銷 然後寫多少錢 這個大概就有3萬5了 就有3萬5了 對 好 那下一個呢 第二個就是家庭稅 家庭稅就是我要給我媽媽的 好 那你這邊要怎麼樣編列 一個月我都會給5000 然後消養金 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雜資娛樂 雜資娛樂就是比方說什麼 牙膏 牙刷那種生活必需品 大概1萬以內 好 1萬 1萬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儲蓄 對 儲蓄 每個月想要存多少呢 要把目標寫下來 我每個目標現在開始3萬 OK 好 這是Terry 3萬 好 我們再來看晶晶 第一個就是我有就學貸款 現在還有70萬的貸款 這個是固定要還的 這個叫做債務 對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先把1萬塊錢 存到那個戶頭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一定會寫的 先扣掉 沒錯 然後還有就是 生活支出的房租水電是1萬3 寫得很清楚 然後另外這一個是 本來是寫6000塊 可以把電話網路跟交通都打平 想要不行 這些也要加進去 可能會變Double 1萬2 紙裝費 好 對 然後接下來是緊急備用金 就是5000塊 然後這個儲蓄5000塊 好 燕麗妳這樣看 兩位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趕快幫她抓 Candy 妳這個是不是 算數有沒有問題 怎麼說 因為這樣加起來 我幫妳剛剛算了一下 起碼妳一個月至少收入 要8萬以上 8萬 妳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 沒有 其實 其實我真的是從這幾個月來 我真的設定 我每個月都在找錢 不錯 開源節流 我每個月都在想說 比方說我的工作量是多少 我已經在想 像現在我已經在想 那個年底我要做什麼 然後那些年底 比方說小朋友要開課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找游泳班 我必須要找什麼東西 我必須要找什麼東西 去接這樣子 我已經設定好了 好 姐姐相信我的 好 加油…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她存3萬塊 是有機會的 而且她一個月賺8萬塊 存3萬塊 我覺得這樣儲蓄的比例 其實還滿高的 所以她將來其實會愈來愈有錢 不愧是我的甘丁 不錯 妳得到了專家的認可 真的掌聲鼓勵鼓勵 那姐 妳幫我看一下 好 那晶晶的問題出在哪裡 晶晶我覺得 儲蓄的部分 可能還是少了一點 可是我現在每個月平均 大概可以賺4萬5千塊左右 所以妳要加油 就是多兼差 或者是理財的部分 可能再加點油 開源多一點 對 開源多一點 化妝品少買一點 高跟鞋少買一點就有了 對 不一定要用什麼專櫃品牌 像姐姐我 到現在我都還沒用過 什麼專櫃品牌 我真的沒有 我都是要開價 4的 200塊的 她那個站櫃台剩下的樣品 就 sample分給妳幾個 一起享用就好了 不過今天非常謝謝 兩位專家還有兩位來賓 帶給我們這麼好的 信封理財法 其實妳要愛錢 錢才會愛妳 妳不理財 財怎麼會理妳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我們節目 下次見囉 謝謝